大家好,欢迎来到Innographic全球知识产权数据库应用大讲堂 本期分享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首先会对专利仪表盘PATRN IQ进行简单介绍 第二部分,对于页面的功能进行介绍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PATRN IQ专利仪表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PATRN IQ 在Innographic当中,PATRN IQ也称作专利仪表盘 在Innographic当中,PATRN IQ可以实现智能分析以及自动生成图表 并且可以快速共享 PATRN IQ提供四种不同的创建仪表盘的选项 包括新建公司数据集,新建检索数据集,项目数据集 与现有数据集 在PATRN IQ当中,我们可以通过简单脱拽可实化模块 即可自动生成图表 专利仪表盘提供了九个统计模块进行结果显示 包括图中红框所圈选的九个统计模块 在PATRN IQ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利申请,授权和过期的数量情况 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模块去看到相关的可实化信息 那如何在InnoGraphic当中创建专利仪表盘呢? 首先,创建专利仪表盘的方法可以包括两种 一种方法是通过专利的解锁结果当中 直接去保存为PATRN IQ,生成专利仪表盘 方法呢,就是在解锁结果页面当中 右上角有Search Actions 点击Search Actions下来菜单 我们可以选择C2PATRN IQ 第二步,通过弹出的对话框当中 选择新建仪表盘 输入仪表盘名称和检索名称 第三步,点击C5 Under Edit 即可进入仪表盘界面 下面我们进入InnoGraphic当中 实际进行操作 在解锁页面当中 我们可以输入解锁要素 生成解锁结果 举例,我们以自行车车胎为例 点击解锁 生成相关的解锁结果 在解锁结果的右上角有Search Actions下拉菜单 我们选择第三个Search Actions下拉菜单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新建一个新的仪表盘 命名为自行车车胎 点击C5 Under Edit 点击后会自动跳转到Pattent IQ页面 并且完成专利仪表盘的创建 新建的专利仪表盘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数据细节 我们可以通过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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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且显示的数据信息可以做相关的选择,也如有需要可以添加相关的说明。 点击C5按钮,即可生成相关的仪表牌数据。 同理我们可以增加其他的模块。 在这里可以选择相关的设置,不同的模块在设置上会有区别。 好,这是第一种创建动态分析仪表盘的方法。 那第二种创建动态分析仪表盘的方法,我们可以直接在PatentIQ页面当中点击右上角的新建仪表盘, 并且在弹出框当中输入仪表盘名称并选择不同的dataset。 填写dataset中的信息,点击C5,即可完成仪表盘的创建。 同样我们在InnoGraphic当中进行操作演示。 在右上角通过点击新建仪表盘。 输入新建仪表盘的名称,我们新建华为。 此次我们以新建公司仪表盘为例。 输入华为5G信息。 在下面栏目当中有Company选项。 输入华为。 InnoGraphic在这里会帮我们自动选择存在该关键词的相关公司名称。 我们选择华为公司。 下方可以与专利的关键词或诉讼关键词或商标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 我们此处输入5G。 点击C。 即可完成专利仪表盘的创建。 同样我们可以选择左侧的相关模块。 添加进来以后。 可以查看相关的专利仪表盘信息。 专利仪表盘可以将仪表盘副本从当前所在工作区共享到公共区供相关人员查看。 第一步点击Sharing。 第二步添加相关人员的邮箱地址。 第三步点击C。 完成共享。 共享后的数据集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给相关人员的邮箱地址当中, 提醒其登录到InnoGraphic当中查看被分享的专利仪表盘。 下面我们对页面功能进行介绍。 PatternIQ的页面当中包括左侧可以看到仪表盘、数据集及文档。 在右侧右上角为新建仪表盘。 下方有关于仪表盘的具体筛选方法。 左侧下的菜单包括所有仪表盘、分享仪表盘和自建仪表盘。 选择所有仪表盘即显示账号下的所有仪表盘。 选择分享仪表盘,可以看到其他账号分享给本账号当中的所有仪表盘信息。 自建仪表盘为在本账号下自行创建的仪表盘信息。 在右侧下的菜单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相关的排序方式。 包括,创建日期新建优先,创建日期最早优先,修改日期新建优先,修改日期最早优先,发布日期新建优先,发布日期最早优先。 或标题从A到Z,或标题从Z到A。 当PythonIQ当中存在大量的仪表盘时,我们可以通过排序方式,快速地优先显示我们所需要的专利仪表盘。 在右上角当中,新建专利仪表盘会弹出信息框。 信息框当中包括四个选项,分别为新建公司数据集,新建检索数据集,新建项目数据集和现有数据集。 我们进入到PythonIQ当中进行查看。 左侧包括仪表盘、数据集和文档。 右侧可以选择所有数据集,或分享给我的数据集,或自建数据集。 也可以按照右侧下来菜单的选项进行排序。 当点击新建数据集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项默认为新建公司数据集。 在新建公司数据集当中,我们需要输入数据集名称,输入公司名称,输入专利或诉讼或商标的关键词。 我们可以新建检索数据集,同样输入数据集名称,选择专利或诉讼或商标,并且输入keywords。 在项目数据集当中,我们可以去选择之前所保存的project,完成数据集创建。 现有数据集当中,可以选择现有的已建好的数据集。 那对于目前已存的数据集,可以进行分享操作。 点击publish按钮,选择分享当中所需要设置的相关选项。 该数据集目前处于一个公共可查看的一个状态。 我们点击sharing,将该数据集分享给指定的邮箱地址。 如希望删除该数据集,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setting,左下方有delete按钮。 它会再次提醒我们是否删除。 再次点击该红色按钮,此数据集会被从我们的PythonIQ当中删除掉。 好,今天的课程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还有更多IndoGraphy相关的内容推荐给您,敬请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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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